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余部影片上映 这回的影视可真是热闹了 2021年国庆党的一部《长津湖》创造了中国影史新的记录 2022年春节党它的续集《长津湖之水门桥》来了 你先不让你乱跑 是怕你这事 今天 你想怎么跑 你自己定 《长津湖之水门桥》维持了《长津湖》的原班人马 从预告片来看 无论是场景还是叙事风格 都与《长津湖》别无二致 所以能否延续《长津湖》的辉煌 值得期待一下 即将在同一天上映的电影《狙击手》 被很多人视作是《长津湖之水门桥》 在票房上最有力的竞争者 同样是以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 让人很难不把这两部作品做比较 该片是张艺谋首次携手女儿张默联合指导的作品 这虽然已经不是张默第一次担任导演 但是如此一部红篇巨制 很难不让人对他的导演功底格外关注 有老爸的保驾护航想必不会让人失望 要说春节党最忙的演员自然是一阳千玺了 同一天两部由他主演的大片上映 一部是《长津湖之水门桥》 另一部则是《奇迹笨小孩》 在《奇迹笨小孩》中 易阳千玺变身暖心大哥哥 走上创业拼搏之路 是个与五万里截然不同的角色 该片也是导演文木野 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又一例作 能否超越前作也是众人关注的另一焦点 另外一部讲述年轻人热血故事的电影《四海》 日前也宣布加入春节党混战 刘浩然 沈腾 影政 乔山这样的组合 差点让人以为是部喜剧片 然而事实上 他讲述了一群爱好摩托车特技的小伙伴之间的热血故事 我爸的背景离乡就是在那个团队工作 你们这还照样吗 我就想以后自己能开摩托车做一样的事 沈腾和刘浩然在片中出演父子 这个组合有点新鲜 以上四部大制作热火朝天同期上导 但还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没错 就是一部能让人捧腹的喜剧片 在这方面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似乎能够满足大家的需求 我有一部戏想请你做我的男主角 扮演一个杀手 为什么觉得我合适呢 因为你的表演真的是没话说 不不不 这个地方请你仔细说 由向洛特反恼导演颜飞彭大摩监制 玛丽领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从预告片开始就透露了浓浓的爆笑氛围 因此在目前的春节党电影中 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此外 喜阳阳与灰太狼之 框出未来 雄叔墨重返地球等多部优秀的动画电影 也将纷纷来袭 目前已经集结了十多部影片的春节党 到底会上演怎样的精彩推决 我们拭目以待 记者邵春莉编辑报道 近日音乐剧粉丝来信中文版 在上海文化广场火爆演出 作为上海文化广场 2021制作巡演季的压轴大戏 经过本土化改编的粉丝来信 受到了不少观众的青睐 近日音乐剧粉丝来信中文版 在上海文化广场火爆演出 作为上海文化广场 2021制作巡演季的压轴大戏 大受音乐剧迷的欢迎 跌跌撞撞的游荡着 我还能去哪里 无疑无靠的情是最难心 音乐剧粉丝来信改编自韩国同名音乐剧 自2016年首演以来 受到了业内外的好评 因此该作品成为了上海文化广场 精心挑选并经过反复打磨后 推出的重点剧目 在此次2021年末演出季上 以本土化改编的全新面貌上演 非常的被打动 因为它的首先音乐非常好 然后它这样一个非常文人气质的一个戏 当中有很多可以共情的部分 我在看这部戏的时候 完全没有觉得有国别的差异 这个当中人性的这种表达 和人物的关系和情感的这样一种 这个互动 其实非常共同 中文版粉丝来信 在原版的基础上对时代环境 人物角色 舞台视觉表达等诸多方面 进行了本土化的调整与改编 以适配中国观众对作品的接受度与期待值 小剧场的时候已经做得非常的精致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处理成大剧场的话 有很多的调度啊 包括很多舞台上面的一些动作 我们是需要去重新构建它的 在剧情方面 中文版粉丝来信的故事将背景改到了中国文学与出版的重镇上海 描绘了上世纪40年代的文人世界 虽然背景和人物有所改动 但是原版主人公之间那个感人置身的情感故事依然在上演着 一个温弱的人 一个不是那么自信的人 怎么在极端的时候去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这个是我作为我本人要去学习的内容 在舞台上怎么做才是真实的才是自然的 情感的浓度以及细腻是这个戏特别特别有特点的地方 就像原作者他所说的 其实他想通过这部作品来唤醒 每一个人心中曾经都有过的那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 音乐剧粉丝来信在上海文化广场完成首战演出之后 将前往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开启首轮全国巡演之旅 持续输出贴合时代背景与当下音乐剧市场的表达 传递文本深处的精神共鸣 我们持续的在做音乐剧的这个中文版 包括我们的原创幅画 其实就是希望在音乐剧的内容层面上 能够持续的推进 然后把就是中国人演戏给中国人看 就这样一个业态能做一些丰富 那么借助文化广场这样一个平台来持续的输出 记者邵春丽上海采访报道 继续来关注文化消息 上演近30场不可错过的小剧场舞台剧《醉人》 近日迎来了2022年的风箱演出 在近日举办的舞台剧《醉人》的观众见面会上 观众也是演员 演员也是观众 专业话剧演员和台下观众互动还原剧中的打电话情节 让导演惊叹高手在民间 舞台剧《醉人》改编自丹麦电影《醉人》 是密室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仅用13天就拍摄完成的电影 却是不可多得的悬疑佳作 导演鲁依莎在舞台版的创作过程中 没有局限于影版的独角戏模式 反而将电影中存在于电话和想象的重要情节 进行碎片化展示 方便观众更快进入剧情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 我们是风箱演出 是最后一轮就没得看了 然后还有亮点就是 我们其实因为有演了四轮 我们前三轮其实是有不同的卡丝的 然后这一轮其实是 把前三轮的卡丝都混合了一下 然后有一些老演有些新演员 然后这个配的新的配合 其实有新的火花 演员许盛南认为 主角阿斯特是一个相信直觉 并且非常主观的人 在排练过程中 他并没有过早将这个角色 限定入一个风格框架中 而是希望在排练磨合过程中 自然形成一个属于阿斯特的独特表演风格 放大角色的性格特征 我们只能把整个故事会讲得更加的 清楚 这个故事需要讲清楚 而且大家很多现在的话题观众 也知道电影出来了 有很多又去看了电影 然后也有可能又去看了电影 他又反过到剧场来看戏 所以故事清楚是最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戏 记者陈湘芸上海采访报道 本来准备靠自己的设计才华 自立门户的小侯总 怎么就当起英语老师来了 原来自从他与父亲闹翻后 不论是老客户还是新朋友 都通通与他保持距离 不愿意和他合作 没有订单 公司也无法运转 当时为了支持他 依然加入队伍里的51 可好友海星 也没有了经济来源 为了维持大家的生计 小侯总迫不得已 找了份英文代课老师的兼职 多亏之前留学的经历 小侯总上几经语课 倒还有模有样 51在边上听得入迷 还夸他不当老师 真的可惜了 但兼职并不是长久之计 建筑设计才是他的特长 正在他为前路感到迷茫之时 一位老熟人的电话 给他带来了希望 陈大小姐 什么指示啊 电话那头的陈大小姐 自从和小侯总闹掰后 也相了不少亲 但见的人越多 越是觉得侯爵身上 那种真诚的可贵 虽然对之前两人的矛盾 仍然有怨气 但他看侯爵现在无助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想伸手帮他一把 陈大小姐介绍了 一个深圳的项目给小侯总 但条件是不能带上51 小侯总觉得他有点无理取闹 但为了促成这笔来之不易的合作 也只好勉强答应 出发那天 小侯总到了机场才发现 最重要的电脑竟然被忘在了家里 没办法 临时保镖只能赶紧联系51旧场 51火急火燎地带着电脑来到机场 他满头过多的汗 引起了小侯总的注意 小侯总本想多问一下 11是否有什么不舒服 却因为时间紧迫 没多问下去 51见他们顺利离开后 终于忍不住了 使劲捂住肚子 脸色开始发白 眼前逐渐模糊 晕倒在方向盘上 在深圳 小侯总用自己独特的设计理念 征服了书八老板 自立后的第一张订单 近在眼前 他第一时间 便是想和51分享这个喜讯 可是电话那边一直没人接听 临时保镖 见合作案也差不多谈成了 才跟他说了实话 十一住院了 啊 急性达美颜 手术很顺利 别担心 小侯总大吃一惊 心里满是愧疚 马上站起来往外走 想要立刻马上回到51身边 这时晨晨和书八老板也走了出来 商量着这合同要怎么签 结果小侯总只是跟他们解释了两句 合同也不签了 一秒也不愿多呆 就要转身离开 猴角你太过分了 你解释了你付不少钱 赶到医院的小侯总 看到病床上的51心疼不已 但51却在为小侯总 没有最后签约而担忧 小侯总可没想这么多 他一想到自己心爱的女孩子 是为了自己才遭了这么多罪 就更加内疚起来 一步也不愿意离开51 眼看着两个年轻人关系越来越亲密 51的妈妈却在此时 给他们泼了一喷冷水 我看得出来 你对11是有感情的对不对 既然有感情 就应该为对方设身出地的考虑 而不是 自己混不好 还非要把对方拴在身边 从五妈妈的口中 小侯总也大概听明白了 她想让自己不要再拖累51了 那小侯总会做出怎么样的选择呢 明天我们继续聊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当中 今晚的精彩剧情 我们抢先来看 教练 你不是说 让我们华接力赛吗 那我们现在怎么光练力量 让你练什么你就练什么 哪那么多废话呢 教练 嗯 说 我想申请单独训练 不参加接力 聚业锦标赛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我认为个人项目对我更有价值 青岛队没有谁都还是青岛队 我们接着练 你们只能靠团体出成绩 我可以靠个人 我干嘛舍尽求远 实话总是伤人 但我违必要哄着你 我同意 我同意你只做个人训练 不参加接力 教练 东西拿回来了 这刀绝对的高级活 穿塌上兵 圈速都能快上半秒 那教练 咱这刀咋分啊 你看你看 咋分 你们看着分吧 想咋分咋分 石刀剪刀布 不行 赢 什么意思呀 凭什么罗朱军不参与接力 还能领最好的冰刀啊 我让你们自己分配的 没人拿人家拿勇猫兵吗 我们 你们都想拿那个冰刀 为什么不拿 说明你们对自己不自信 罗朱军这种做法是有问题 可是你们心态也有问题 咱们对现在是弱势 但不能为战先妾 我想划第二棒你答应了吗 我想赢 我也想青岛队赢 你拿什么赢 想划第二棒 不是你想划就划的 你必须让我看到你行 这第二棒我拿定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百事大看点再见 拜拜